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心子錦朗》 這一集我想說借運 借運 大家不要想到是觀音借庫 不是借錢 借運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自己運氣不好 我怎樣可以借多些運回來 除了過不過派 有些用術數 有些用其他風水去借地運 不同的運 有人去縱生機 這些我不說了 我只是說一件事 一個簡單的借運法 或者一些簡單的常識 在我們術數裏面 是不需要你懂任何的法 或者是怎樣的 很簡單的 一件事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知道 很多人就說 我失業很久了 師傅 我要去找工作 怎樣去找工作 那份工作沒有那麼多小人 老闆又跟他合得來 或者他又會請我 又不會說我去到 都是沒有的 HRM都不要你了 或是怎樣 沒有下一轉 就去面試完 沒有消息了 如果一個很簡單的事 譬如你那間公司 是一間上市公司 其實在 上市公司 你很容易在網上 你可以找到那個CEO 或者那個大股東 他本身的 你未必知道他八字 但你很多時候就會知道 他的身潮 OK 那你說 師傅 你也說過 最準是八字 那身潮 是不是真的那麼準 這個你不要管 我們只是說一個 譬如說 三合局 六合局 三會局 我們很多時候 就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 如果 當然有一些上市公司 曾幾何時 有一些股東 他是一些CEO 他可能給一些假資料 放上去的 放上網的 沒得說 基本上 如果假設那些資料是真的 你真的可以找到 他的身潮出來 而你大概可以猜到 他身邊 就是你可以知道 他身邊大概的人 是什麼身潮 你大概知道他拿什麼局 正常來說 我們的八字局 裡面 大部分人都有病 那種病 不就是生病 那種病 就是缺某一些東西 某些東西少了 欠一些東西 或者少了一些 五行 很多時候 例如 那間公司的老闆 他需要一個金局 他可能會請一些人 自有醜 自就是蛇 有就是雞 醜就是牛 合成一個金局 例如他喜歡水的 可能有生子神 就是這個 猴子 老鼠 還有龍 也有可能 就是 例如他要一個 害貌味 拿一個木局 害豬 貌就是兔子 味就是羊 也是人蜀 是火局的 人就是老虎 五就是馬 蜀就是狗 你可以這樣去 很容易分辨 而很多時候 譬如你入了一間公司 你很快 有時跟你同事熟錄了 或者知道 或者白到 你知道他們 發覺都是那幾個生肖 那你就更加可以斷定一件事 就是那個局 就是你的老闆 是要什麼局 那 那 這裡給我多一點點提示 很多時候 譬如說 譬如我們這些 如果阿Kym有一天 不做這一行 可能去找一份工作 可能未必有人會聘請我們 這些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 你可能會對那個局 你會看得到 很多時候 他們也未必 喜歡 有些人是擺了局 他未必會喜歡你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他會擔心你會破壞到他的局 很多時候 這些局 其實如果 譬如說 曾經 之前有看過我一些資訊 或者有上過我 我那時候有個促成班 曾經上過那班的同學 他們都會知道 其實你入到一間公司 很容易 你會知道那個老闆 在擺什麼局 你也會看到 他裡面的 即使他擺得很隱蔽 即他未必真的 擺到好像 擺幾個黑椰子出來 擺一些這樣的局 你都其實 看他的顏色 配套 各方面的局 你都可以看到 好 那今集先說到這裡 再見